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四 我们的阅读单元 在今天的话每个月一次蓝轩选书 不过这个月不止一次 这个月的话 因为有五个礼拜 五个礼拜四 所以我们就多选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话 因为很久了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推荐小说 所以我本来想说艾萨斯一本好看的小说 但看了以后才知道说 它其实不是小说 但它就看起来像小说一样好看 但它却是一个有点像一个记者 一个媒体人 他所做的报道文学 比较像这样子 他在报道一个跟鸟有关的故事 这本书叫做羽毛贼 它是由马可波罗出版社所出版的 这羽毛贼一听就觉得像是故事 这是一个背后有很多故事 或者很多联想的一个可能的名字 羽毛贼显然有个偷窃案 这个偷窃案的话 它显然不偷别的 它偷羽毛吗 所以果不其然 事实上它就在描述一个 真实的发生过的 一个很年轻的长笛手 而且它这个故事天然多精彩 它是吹长笛的 而且它严厉害到 它可以参加 英国的什么皇家 什么音乐 什么乐团的首席的长笛手 22两当岁 但是它却卷入一个 在英国的博物馆的窃鸟案 它为什么要去偷鸟 那这个偷鸟的事情在当时 这个算是震撼英国社会 这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也因此有了这本叫做羽毛贼 像类小说一般这个很精彩 很扣人心弦 但是中间有很多跟鸟有关的事 所以很多鸟事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场 就邀请到一位鸟人 他是很喜欢鸟 而且喜欢研究鸟 他也刚刚才去带了一个生态旅游 去观鸟回来的 也是这本书的译者 吴建龙到我们的现场来 建龙你好 主持人好 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羽毛贼的译者吴建龙 你喜欢鸟观察鸟很久了吗 从高中时候 所以二十几年了 真的吗 所以你本来念青大 你不是念这个 不是 我是高中的时候参加社团 学生社团 那我们社团叫生物研究社 那个时候就是学长带着这些学弟们 到台北附近的山区 阳明山也好 关渡也好 白天看鸟看蝶 晚上找青蛙找蛇 我听得还蛮逍遥的 你这样还可以考上青大 还不简单 我高中毕业之后 我是考上台大 考上台大 对 那后来到台大研究所 那也到过青大一段时间 你研究所练两个地方 念台大研究所 那再念青大研究所 但是都没念完 后来决定还是继续赏鸟 是 OK好 蛮天才的 那现在的话呢 这个显然的爽鸟也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这个以兴趣跟工作结合在一起嘛 对不对 OK好 所以你甚至还因此议了一本鸟书 所以你看这个羽毛贼 你在议他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最喜欢他的哪一部分 身为一个鸟人当然最喜欢就是他提到鸟的部分 他里面提到很多中南美洲 还有在辛迪内亚那边的很漂亮的鸟 那也是因为这些鸟的美丽造成了这本书的故事的主轴 因为它们太美丽了 以至于最后被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翁给偷走了 对 OK OK 所以呢真的是喜欢鸟的人会喜欢他的前半段 因为前半段的故事的话呢 这个故事其实因为美丽的关系 所以呢你会有那种探索之心 所以你会想要去知道世界之大 然后呢这个造物者之神奇 就为什么这个地球会有那么多 你无法想象的神秘的 然后美丽的这些鸟类 或者各式各样的动植物等等 在这个错落在这个地球各个角落 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当你去探索他找到他之后 带回了庸俗的世界里面 就开始呢引起了很多的人 不管是虚荣 然后呢就女生想把他放在帽子上 男生的话呢在这个故事里面特别的 有一个线索我们待会来聊 真的太有趣了 他喜欢拿去呢 这个弄在钓鱼的钩钩上 所以呢就有所谓的毛钩钓的制造达人 对不对 他就是专门去做这些 看起来可以让你钓到更多鱼 因为呢还有不同的毛钩 针对不同的鱼 这样子呢 所以造成另外一种虚荣 OK好所以呢 也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出现了盗贼之心 就有人要去偷尿 因为他要的是他身上的羽毛 所以呢这个故事 简介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他写的很精彩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从你刚才讲到的 你吸引你的地方来看好了 那个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偶尔会聊到像是什么达尔文 什么华莱士 就是在欧洲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也是接近大航海时代 就那样子向外探索的时候 他其实有些部分像是权力的伸张 但是同样的也像是一个一颗探索的心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植物学家 博物学家是上了那些船的 一起上船去 然后的话就采集了很多的鸟类 这个植物的标本 华莱士就你们爱鸟的人来说 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存在 他是一个自学的天才 他跟当初很多的博物学家不太一样 是他其实并没有很显赫的学历 他也没有家世 像我们都知道达尔文 其实达尔文家里非常的有钱 有钱到他完全可以不必工作 然后他到世界各地去航行 家里面可以资助他 但是华莱士就不是了 他必须靠着他到各地去采集的标本 卖回欧洲以此为生 这跟达尔文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这两位同样都是英国人 但是他们的最后不约而同的 共同提出了我们现在所知的演化论 他们两个他们彼此是互认识的 因为他们同一个时代 达尔文比较年长 华莱士比较年轻 那华莱士对于达尔文非常的崇敬 崇拜 但是他们对于生物是如何演化的这件事情 其实在各自提出演化论之前 他们并没有那么密集的交流 意思是没有交换心得 但是却是等于是殊途同归啦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在科学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 就是达尔文本来他已经有这个idea 他已经放了20年 他在那边慢慢写慢慢刻 他一直想要把它更加近山近眉的表达出来 那已经放了20年了 直到他有一天收到华莱士 从亚洲寄给他的一封信 华莱士是到了马来群岛 马来群岛 去找了很多他想要找的一些鸟啊 植物啊 动植物之类的 是 那达尔文当初就是在自家庄园里面 收到了华莱士的信之后 他整个平地一声雷 他整个跳起来 怎么会有人跟我想 这个年轻的这个后进 也不会去了一趟马来群岛 就已经发现了 我现在苦思20年得到的可能的结论 基本上他们的推论 他们的对于那个生物演化的想法 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物尽天则适者生存 对这个想法 那也因为这样子才逼得达尔文在很短的时间内 赶紧把他的物种原始写出来 那在那个学会公开演讲发表 但是华莱士也把他的这个论文的摘要给寄回欧洲了 所以他们其实是当天在学会面前 是共同宣读 但是大家都比较记得达尔文就是了 华莱士也很像被历史淹没的一个 很重要的贡献者 所以近年来不断的有一些科普作家 科学史的学者 那在台湾也是 很多生物学者也渐渐的把华莱士该有的贡献 所以我自己因为很爱看这些东西 我也开始知道说原来有个华莱士 大家都有点点过度的忽略他了 或者是说因为当初达尔文已经搭了小猎犬 已经带回了第一批的让这个整个英国 或者欧洲社会经验的那一批探索世界所得到的这些物种 所以大家我觉得他是因为盛民的关系 所以他就把这个荣耀归给他 所以华莱士就突然之间像历史上面像是一个无名小猪一样 是是是 他航行世界一圈 那回来之后他是先写了小猎犬号航行记 这台湾有综艺版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发 还没有发表他的物种原始 因为他就是把他收集回来 对材料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他应该要很感谢华莱士对不对 就一定要后友追兵 是是是以那个历史最后发展来讲的话 确实他应该是要感谢这位后进者 给他这样刺的一个刺激了一下 可是我觉得华莱士的心胸也很开阔 就是说他其实在他当次的时候 其实就是达尔文享有了这个物种 缘起这样一个光环跟桂冠 他也没有生气 就是我看这书里面各个这本书也有讲到 对不对 其他书其实也有讲到 就是说他其实也没有说 有些人就说 你看他抢走楼的光芒 事实上都是我什么 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人 对所以华莱士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 这跟他的整个背景有关 因为他或许某种程度上觉得说 他没有其他这些博物学家们的名校光环 那一种接近贵族的那一种 对世家的那个光环 对那个阶级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或许对华莱士来讲 他觉得说能够这样子追随着这些同辈们这些先进的脚步 对他来讲已经是人生很大的成就了 或许是这样子 或许是这样子想 所以代表他也很体认物种 就是我对说物竞天择 基本上来讲像达尔文那种人 就像是他在马来群岛当中看到的天堂鸟一样 他就是在物竞天择底下那一种 看起来出身又好 学士又好 又聪明 然后又对这方面有兴趣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一定就是那种 看起来是龙中龙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他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 他可能就已经很珍惜了 是所以他的毕生华莱士跟达尔文 这两位演化论的共同提出者 一生之中其实相处的都非常愉快 对 并没有像因为科学 我们念过科学史知道 常常有些那个科学史的拜官也史 他们私底下某些人跟某些人 是彼此的不留情面的互相攻击 很多这个样子就是事物叩仇 然后讲小话 很伟大科学家 心有好狭窄之类的 但里面的话有一段关于华莱士 一开始他就是怎么样子到马来群岛去 为了去采集这些标本 如何的辛苦 然后尤其有一段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华莱士这个人真的很特别 就当然了 我就出去探索全世界 在那个年代里面物资那么的匮乏 其实都会很辛苦 对不对 我相信达尔伦也是 在华莱士那一段 等于说他去采集了 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他是到哪里去碰到火灾啊 就是一整船的 他在采的标本 负责一句 就火烧 通通都没了 然后是几年的时间 对不对 是他那一趟他是 他还没到亚洲 那个那一趟他是先到南美洲去 因为当初已经有很多博物学家 到南美洲去 因为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后 整个南北美洲 就是他们的殖民地嘛 所以对欧洲人来讲 他们到美洲是很方便的 相较于当初你要搭着船到东方来 到南北美洲是距离比较近的 所以华莱士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跟另外一位昆虫学家 他们就先到了 从现代的巴西沿着亚马逊河 一路深入亚马逊盆地 那采集了大量的昆虫啊 等等的标本 那他书里面有提到 他是分批的寄送回家 其实他后来要准备回国之后 才发现其实很多东西 可能没有打通关系还是怎样 被一些地方的官员给扣下来 他还多花一些钱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发生了传染 就是传在海中失火 而且这失火他还基本上没有救出什么 除了他几张手稿 很少数的一些绘图的稿件之外 基本上就整个复制一具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的惨重 虽然有书中有提到有保险 但是那个保险几乎没有办法起任何的作用 对啊 更何况他是多么的艰辛的 卖了标本 攒了一些钱 然后透过很多关系才上得了那艘船 对不对 那经过那么多年的采集 所有事情都复制一具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给了他另外一个动力 让他觉得说他要去马来寻找 来到遥远的东方 去寻找一个呢 那个时候在欧洲社会 已经有传说的一种神鸟 那就是天堂鸟 就是说他的色彩缤纷 然后的话呢 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开始 这个拥有他的羽毛 就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尊贵的事情了 但是从来没有人看得到过活的天堂鸟 所以他决定呢 要来马来群岛抓一只回去 后来他发现他抓了 他后来有没有抓一只呢 总的他做了一些标本啦 所以这个故事呢 我们修学一会 让吴建龙再来告诉我们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吴建龙 他是一位呢 鸟类的研究者观察者 他现在也是在做生态的导览 专门看鸟 那他这次呢 翻译了这本书 叫做羽毛贼 那这羽毛贼呢 是由马可波罗 所出版的很好看的一本书 那这本书的话呢 看起来真的好像小说 一开始的话 你以为你在看一个 侦探的小说 因为有个贼要破案 但是后来发现呢 他是整个有关于 这个生态的探索 还是呢 讲到这个大航海时代历史 这个人类的文明 还是讲到最后呢 文明有美好的一部分 也有呢 贪婪现实的一部分 所以呢 其实是很纠结的一本 一本书 但是看起来非常的精彩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要讲到的是 一开始当这些鸟类被发现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个 有哪些人 算是一些先行者 华莱士就是其中一个 那OK 讲讲它到这个马来群岛的故事吧 是 我先简介一下 马来群岛 这个地理名词 或许我们比较不熟悉 可能会以为说 它是不是在马来西亚啦 马来西亚什么地方 但马来群岛这个名词 它其实涵盖了等于 差不多是现在的 马来西亚 印尼 以及 新加坡吧 新加坡也有 因为新加坡就是在 最南端 那还有就是 巴布亚牛吉内亚 OK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如果我们在地球仪地图上看 它就是新罗旗布 上千个岛屿 散布在这个地方 那对华莱士来讲 为什么他选择这个地方呢 因为他发现呢 当初很多 在更之前 被欧洲人认为未知的蛮荒之地 已经渐渐被很多博物学家 给探勘过了 包括南北美洲 包括非洲 包括印度 南亚等地方 但是呢 在马来群岛这个地方 是相对来说 比较少博物学家造访的 所以他决定要到这个地方去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刚刚主持人提到 天堂鸟这种鸟类 天堂鸟这种鸟类 早在欧洲人到亚洲来之后 跟亚洲有贸易之后 这种鸟的标本 就被带到了欧洲去 那之所以叫做天堂鸟 是因为当地的人 就是天堂鸟产地的人 他们捕捉到这种鸟之后 为了方便制作标本 会把他的双脚给移除掉 所以这个标本 最后到欧洲的这些贵族 王公世家他们手上的时候 鸟都是没有脚 那很奇怪啦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处于一个大发现时代 所以欧洲人开始脑补 自己去想象 他们认为这种鸟就是一种 他们基本上是在天界 然后他们不着陆除非死掉 因为不着陆所以就不需要脚 都在天上飞 所以他们就吸食天界的一些 育义之类的 育义穷疆 那怎么生蛋呢 他们没有办法在地面树上竹草 没有脚 所以可能就是母的把蛋 下在公的鸟的背上等等 他们欧洲人做了很多的脑补 可是对于一个有专业训练的博物学家来讲 这些都是可疑的 不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到底详情为何 不知道 因为在华莱士之前 没有一个欧洲的博物学家 真的亲眼看过 在野外看过这种鸟 所以华莱士到了东方之后 到了马来群岛 他一方面采集的昆虫啦 鸟类啦 哺乳动物啦等等等 他一心一意的就是很希望 他一直在打探 哪边可以看到天堂鸟 本来他是从我们现在的那个马六甲海峡 就是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那一带 一路往东推进 那他一直往东 到了现在印尼东边的 印尼群岛东边的一个地方 叫做阿鲁群岛那一带 他就听闻了 在那附近往哪边去 可以有这种鸟 这一类的鸟 于是他就迫不及待的 立刻就到那边去 到那边去之后 他为了这样 他还生病 那其实他的关于演化的这个想法 就是在他大病之中思考出来的 他就一退烧 生病一退烧 他就赶紧把他胡思乱想想到的那个 电光一闪的那个想法给记录下来 那这件事情就是他在追寻天堂鸟之中的 对他来讲只是一个插曲 他在找寻天堂鸟的过程 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信件到欧洲去 对欧洲乃至对于全世界的历史 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我觉得他在思考过程中 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 他就想说为什么这些那么鲜艳的鸟羽毛的鸟类 都会只是在处在一些这么的偏远的人际罕至的 非常深山的或者非常偏僻的岛屿当中 他就想到说 因为如果说有人类在的话 他们可能就必须要掩藏自己 因为他们可能会被人类抓去 然后残忍的杀害 不管是吃掉也好装饰也好 总而言之 所以他们必须要让自己有个掩护色 保护色 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的鸟类 很多植物呢 就躲在那个 比如看起来像个枯树 看起来像个什么枝雅 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在那么偏僻的岛屿上中的天堂鸟 它不需要担心人类对它的迫害 所以它就非常大胆的 自意的展现出 它在交配的时候 必须要去展现的雄性的光彩 哇 这个鸟 它的羽毛尽可能的缤纷 尽可能的华丽 尽可能的炫耀 那就是能够达到这些 传宗接代的目的就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它就这样想着 原来就是物尽天责 就是这个观念 因此而诞生出来 但是我们刚刚就讲到 华莱士这个故事 但是它的寻找天堂鸟 其实其中一个 在这本羽毛贼的书里 其实像天堂鸟一样漂亮的鸟 还很多很多 也因此这个故事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主轴 就是在欧洲 在十九世的前半段 这些博物学家 却发现了全世界 带回了很多 很多人就是一辈子没有出过国 不知道的世界的一个面貌 但也因此 他们开始崇拜起这些 美丽的羽毛 然后一开始的话呢 是皇宫贵族的侍女们 所以他这篇书里面讲到说 在一九八二年的时尚杂志 就是Vogue杂志 在那么久以前呢 他们的创刊号的封面 哇就是画了一个 出入社会的少女 围绕在呢 鸟与蝶 如云似雾的环境当中 然后呢 在接下来 发布的一个最新的 女帽流行趋势里面 就明白的写着 普通的宽边帽上 最时髦的装饰呢 就应该是一个挺直的羽翼 而闪亮的羽毛 白鹿适羽 以及带有天堂鸟的羽毛绒球 都能够让装饰的帽子呢 备受赞赏 哇 所以这个 这样的描述一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欧洲上流的侍女们 就开始疯狂的 要去追逐 什么天堂鸟的啦 白鹿的啦 等等啊 我觉得最夸张 我看到你翻译的有一段 他们还会把整只死的鸟 戴在头上 是 是 后来我真的是上网查 真的有 真的有 你不觉得很可怕吧 第一个 他帽子要多大 要有很大的帽子 才可以呢放得上 鸟的标本 而且鸟的标本耶 就在你的头上耶 一只死的鸟耶 也因此 他们说那一些侍女们 那时候要坐马车 他必须要把头伸出 帽子太大了 对 要把头伸出车子 车厢外头 因为放不下他那个大帽子 以及那只死鸟 天哪 这是什么样的局面 我们休学再回来 好 回到蓝轩学间 今天的蓝轩选书 我们推荐的是 马可波罗出版社首 出版的羽毛贼 那今天呢 在现场跟我们聊天的是 这本羽毛贼的 译者 这个吴建龙 这本书一开始 事实上呢 他的场景是 偷羽毛的贼 但是我们这样 一路聊从华来 是聊到现在 快了快了 这个贼快要登场了 因为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呢 他为什么会想要动手去偷羽毛 是因为呢 在欧洲那个时代当中 这个就是疯狂的 去崇拜 把这个美丽的羽毛 当做一些珍稀的炫耀品 这个时尚视频 来看待一个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婿女们 那另外的话 接下来就是 准备要开始登场了 就是男士们 有所谓的毛沟 毛沟绑制者 毛沟绑制者 OK好 所以你在译这本书的时候 你本来就知道 这两种疯狂的流行吗 对于 侍女帽这件事情 我是知道的 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我在翻这本书之前的 前两本书 都有提到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件事情 对于西方世界的 鸟类保育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那这就真的叫做大屠杀 所以里面有很多数据 我觉得数据 随便念一念 你会吓死人 就在我们刚刚讲到的 比方说 这个什么时尚杂志 登出这个推荐 带有羽毛的鸟 还有那个时候的什么 路易十六的皇后 就是玛丽皇后 开始戴那个 有羽细的帽子之后 英国的业者报告 一年之内卖出了 200万只 波制的死鸟 四年当中 卖出了15万 五千只的天堂鸟 当初华莱士 连一只都很难找到 他这边四年卖出了 15万只死的鸟 你真的觉得 真的是疯狂 对不对 但是不知道 会把死鸟带在头上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想象匪夷所思 但是在当时是一个 你必须要跟得上时尚脚步 而且你要有钱 你才能够把很大只很漂亮的死鸟 整个顶在头上 这有点像 其实这种情况在现代并没有完全绝肌 我们想想看在一些时尚走秀上面 还有一些皮草 它是连头挂尾巴挂在肩膀上 概念是很类似的 很类似的情况 是很夸张 好所以这次讲到 这个淑女的这些饰品 但是有关于毛钩绑制 那是另外一个夸张 而且这本书里面 花很多的篇幅去描述说 这个已经夸张到另外一种极致 是 毛钩这个钓鱼的技巧 在台湾是非常小众的 因为这不是我们本来的传统文化 那再加上 他们当初欧洲绑毛钩 最开始是 主要是为了钓尊鱼鲑鱼 那或许钓游 钓游在钓鱼的朋友 多少会听过这种钓鱼的方法 如果不是钓游的话 有听过的话 最有可能就是好几年前 不来的比特 很年轻的时候 毕人在下 我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而知道了毛钩绑制这件事情 因为它那个大河里面 那是太美了 那个水 非常优雅的站在 Montana 那个很漂亮 就是诗情画意的 如画一般的这个粥 然后就在那个大河当中 那个叫做什么神钓啊 一个翻译叫银绳钓 这个叫把它翻译到毛钩钓 基本上同样的一件事情 OK 就是一根相对短的竿子 但是很长的钓线 那在钓线最前端绑上一根钓子 但那钓子呢 上面你要有一些特别的花样 并且呢 你必须要把你的钓子 用抛甩的方式 甩到水面 一般我们钓鱼是把 甩出去之后 就让钓子沉到水下 鱼来咬 但是毛钩钓 它是把绳子抛出去之后 让钓子打到水面 瞬间你要很快 及时收回来 为什么要做这种动作呢 因为呢 它是模仿自然界这种昆虫 刚刚钓到水面的时候 它会挣扎 啪一下挣扎 那河面下的这些鱼 特别是尊于鲑鱼 它看到水面上有这种小虫 它就会去咬它 所以毛钩钓 它的追寻就是说 你怎么样精准的把毛钩 抛到你想要地方的那个瞬间 让鱼去咬到它 拉回来 这是毛钩钓它的艺术 那那个毛钩呢 怎么来 因此就成为了我们这本书里面 最主要的故事的主角 就它得要去模仿昆虫 所以它就要去做很多 天然的这些材料 所以中间就包括了鸟的鱼毛 如果是钓尊鱼 书中有提到 钓尊鱼的那种毛钩 看起来丑不拉几不起眼 因为你得要长得很像一些自然界的昆虫 那昆虫就灰灰的黑黑的 有时候有些看起来 张牙舞爪像蜘蛛像毛毛虫那样子的 所以这本书的主人公 他最开始学的是绑尊鱼毛钩 绑起来丑丑的 那他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在那个 他住美国嘛在美国有这种绑毛钩的比赛 多少时间内绑多少指定的毛钩 合格的就是冠军 那他学了之后他去参加比赛 他在比赛现场发现说 怎么有一个摊位 放在那毛钩是他生平未见的美丽的东西 他靠过去看哇塞比他绑的毛钩来的大 而且上面的羽毛绑起来是很像花蝴蝶那样子的漂亮 跟他原本绑那种张牙舞爪像个黑黑的小昆虫那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他于是一头栽进去追寻这个鲑鱼毛钩 而且是所谓的classic古典鲑鱼毛钩 古典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们去追求这个部分 所以第一个我看的时候我第一个心的说原来鲑鱼吃的昆虫都比较丑 鲑鱼吃的都比较漂亮 那漂亮的程度而且他就回到说因为我以前知道有所谓的毛钩钓 就所谓的银绳钓但是我就知道他是模仿昆虫 但我真的不晓得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就是那些贵族们 他们所追寻的极致到这种如此的夸张 他们会跟你讲到说在什么流域的鲑鱼 因为什么样自然环境跟天后的关系 他会特别喜欢什么样的毛钩 所以你有适合挪威的毛钩钓 你有适合英国的毛钩钓 还可以英国某一个水域的毛钩钓 适合什么情境底下的毛钩钓 总而言之他就是极尽奢华之能士 他们后来就替这个毛钩取了好多的名字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复制经典 但每一个人也可以去创造经典 比方说里面有一个叫做达兰巡察员 我看你这个列的表 他需要什么呢 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羽毛贼了 好 这个光光是一个叫做达兰巡察员 他的尾巴要用黄丝线缠绕 并以银线收尾 然后另外要有一根的红腹颈基的冠羽 附以一枚红铃果散鸟羽 然后呢 他的臀部要有两圈黑鸵鸟的绒条 他的躯体要有两团橘丝线 中间要有两圈橘色的海豹毛 还要有两圈黑色的海豹毛 还不同颜色 OK 再来 他的肋骨肋那个地方要有银色的花边线 然后还有闪光视线 然后他的缩毛的地方呢 在头部要有黑羊毛 还要用红棕色的缩毛 然后呢 翅膀要有一对灰圆肌的长颈羽 不仅讲出总的还要讲部位 长颈羽 然后呢 双边各须两枚红腹颈羽的颈羽 外侧还要有 呱啦呱啦呱啦 反正一大堆 脸颊的地方 要有蓝色闪鸟 他的脚 头上长脚的地方 要有蓝色的黑金刚鹦鹉鸟 头部还要有柏林的羊毛 我真的是念不完 我还在上网真的去看 第一个真的很漂亮 第二个那些鸟 我跟你讲真漂亮 我们到时候会再把它贴在我们的粉丝页上 除了天堂鸟之外 我后来看那个蓝色闪鸟 哎呀好漂亮哦 然后呢 那个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里面常常提到的红果 红绫果闪鸟 红绫果闪鸟 也是好漂亮 要不然就尾巴都好长 然后要不然就是呢 全身那个颜色鲜艳到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绿色的什么咬娟 凤尾绿咬娟 凤尾绿咬娟 那绿道 那颜色你觉得说 大自然的颜色怎么可能会这么的低脆 好我们绿色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吴建龙 来聊这本呢 羽毛贼 这个非常有趣的跟鸟有关的故事 但是也非常伤心的 非常残忍的人类呢 为了自己的虚荣去屠杀鸟的故事 好那所以呢 这边讲到的 而且好这个主人 终于在我们最后一段要登场了 他叫爱德华 他不是古早人 他是现代人 他是 他的年纪可能 他的年纪比我还小 还小 但我得说他是在21世纪吗 是 就是在最近发生的 对 OK好 上网还能找得到BBC对这个新闻报导 所以等于是最近的窃案 是 OK好 那因为他就是一个毛沟的绑制者 对 OK 这一位天才长笛手 他本身照书中的所叙述 他或许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 亚斯伯格或者是自闭症的一种倾向 到底是不是也不是 就会很专注的着迷于一件事情 是 他只要专注的东西 他就是有点废情忘食的 想要把他给追寻到他认为一个极致 所以他音乐的造诣 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他对于绑制毛沟的这个手艺 也是这样而来的 他本身是美国人 但是他到英国留学 他录取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这个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音乐学院 Alton John的母校 是 对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他的音乐造诣是到达怎么样的地步 那他到了 他在去英国留学之前 他在美国的导师 绑毛沟导师 就曾跟他讲过说 全世界鸟类标本收藏最丰富的地方 在大英博物馆 跟他说你有空你得要去看看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了很多的珍贵的稀有的材料 在那博物馆里面有 他导师并没有叫他去偷哦 只是跟他讲说你得要去 你必须要去那边看看那些鸟长什么样子 他本来一开始到英国的时候 他毛狗工具都没来过去 他就说我就是要去留学 我把一件事情做好 他想要好好地做好一个长笛手就是了 是但是受不了了 他去留学没多久 他就受不了了 他这个引头就犯了 那他最后决定说 他要去看看那些标本 他到了位于特林的大英博物馆 其实是大英博物馆的分馆 他不是在伦敦 是在伦敦的郊区另外一个城市 他去看了这些标本之后 他整个心已经留在博物馆里面出不来了 他开始心起歹念 但是对他来讲他不觉得那是一个歹念 对后面就他又讲 他认为说这些东西如此珍贵美丽的东西 竟然放在不见天日的博物馆的收藏柜里面 对他来讲这是错的 他认为他把这些羽毛放在他认为对的地方 展示给众人看才是正确的事情 所以他整个之后他一路这样子 以当代的我们的法律法治社会来看 他做了一人串的措施 全建筑与他认为这是对的 那也因为这样到最后面整个法院 在审判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重点 因为他不像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侍女跟生世 他可能真的是有点炫耀 代表的是地位的尊崇等等 他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 是他觉得真正好的东西 不应该放在博物馆里面不见天日 他应该如果他真的有一些教育的性质 或是他有一些必须要让众人看得到他的美的这些意义的话 他得要是能够展现在日常大家接触到的事情 所以你说他这个完全有错吗 我觉得他是一个辩证啦 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其实并不了解博物馆这样的机构 对于科学的帮助跟他的意义在哪边 我自己本身曾经担任过鸟类研究的工作 所以我比较清楚说博物馆这样的机构 他这些东西放在平常都放在抽屉 然后暗无天日关在一个地方 他其实在某些必要时候是有用的 但是这些用处他不见得是在当下 但是对于这个爱德华来讲 他会认为说不是啊 这些东西就应该无时无刻随时能够让需要的人能够获取 然后欣赏看到交流 所以这完全不同的思路 但我觉得如果说他只是交流然后欣赏 他没有让人因为你这个交流欣赏的必要 而回过头去残杀更多的鸟类 那或许还OK 但如果说是他又因此而让大家觉得说 不行我要去占有他 我要拥有更多 那不是又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当中 我觉得很不断的在辩论 而且是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你刚刚讲到那个角度博物馆的作用所在 在这里面有一个蛮精彩的一个辩论的章节 就讲到消失的海洋记忆 他中间就讲到说 其实你看平常在那边没事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发现了任何一些事情 要回过头去做一些假设是时代的判断好了 你就可以从这个鸟类的羽毛当中的基因 去分解出一些状况 去对应于你发现的事物 你就会知道说他到底是生存在哪一个时代 因为当初的华莱士我们刚刚没有讲了一个 他很感人的地方在于 他把他每一个发现的鸟跟植物跟动物 都会标下经纬度对不对 跟发生的时间 所以对于后世去研究这些事情来说 就有非常清楚的指引 是 对啊 对 华莱士他被我们后世尊称为生物地理学之父 那在华莱士之前呢 其实很多的博物学家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把生物的分布 以及生物分布的地点 这两件事情 就是地理地质跟生物 这两个不同的研究的主题给搭起来 那华莱士他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之中 他非常具细迷移的把采集的资讯都记录在标签上面 这已经变成当代所有生物生科相关科系的学生 在做标本的时候的一个基本功 但是在那个时代并不是这样子 很少人这么做 少数人会这么做 华莱士其中职业下做得非常的完备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可以根据他上面所留下资讯 我们已经离他时代已经超过了150年 我们可以根据他留下资讯 才去知道说原来在150年前19世纪下半夜的时候 那个时代他所采到了鸟 他们身处的环境可能是怎样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科技 可以去分析 然后反推当时的海洋或是大气里面 什么元素的浓度大概是怎么样 这现在科技已经可以做到 可是我们想即便科技发展到这样 但是如果没有材料的话 也是无从得知 那科技是一直在进步的 你这些旧的材料如果没有保留下来 未来发展出什么样新科技 但是你的材料已经没有了 就没有办法再得到新的知识 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故事的尾声 就是发生在近代的特林博物馆里面的鸟标本的失窃案 到现在为止还有总共被偷了299只 看我都还记得 然后他就一股脑像装麻袋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本来只想看一看 后来就忍不住偷一只 后来偷一只之后 就干脆整个抽屉就倒进他的麻袋里面了 总而言之现在还有不少流落在外 好所以我们会碰到吗 OK好所以这个很精彩的羽毛贼的故事 今天非常谢谢吴舅荣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分享 因为现在关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同时我就一定要去欣赏这一些鸟类之美 你就会知道说呢 为什么所谓的羽毛 它可以引起这么多的爱恨称痴在这个当中 好非常谢谢 谢谢